各位亲爱的女青年,今晚很荣幸能有机会站在各位面前 大家齐聚一堂的壮观景象实在是令人动容 信条第十三条是2011年的协尽主题 今年我参加男女青年的聚会活动和盛餐聚会的时候 听到许多男女青年分享信条第十三条对他们的意义 以及这条信条怎样适用于生活中 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信条里的最后一条 也是最长,最难背诵的一条 而且是希望主教不要叫他们背出来的一条信条 然而,你们许多人都知道 信条第十三条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信条第十三条可以指引我们过正义的基督徒生活 试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选择奉行信条第十三条的教导过生活 那么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们信要诚实,真诚,真诚,真诚,仁爱,有品德 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 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 我们凡事希望,凡事盼望 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 希望凡事都能忍受 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 我们皆追求之 许多年前 多马孟孙会长以先知的身份 在第一个星期天早晨的总会大会演讲中 引述了保罗在腓利比书第四章第八节里的训诫 信条第十三条里 有许多原则都是出自这项训诫 孟孙会长指出我们活在艰巨的时代 他并且给予我们鼓励 他说 在这趟城市旅程中 不免有动荡不安的时刻 愿我们都能跟从使徒保罗的这项中固 使我们得享安全 不偏离正道 今晚 我要强调信条第十三条里 两项密切相关的原则 这两项原则绝对能使我们得享安全 不偏离正道 我对要诚实和真诚这两项重要原则 有坚强的见证 而且也承诺要做到这两点 首先 我相信要诚实 诚实是什么意思呢 终于信仰这本小册子教导说 诚实意味着 随时随地都要真诚 忠实 毫无欺诈 诚实是神的一项诫命 而且完全诚实 是我们获得救恩的必要条件 郝慧弘德会长曾教导 我们必须愿意绝对诚实 他说 几年前 教堂的穿堂与入口树 张贴了主题为 对自己诚实的海报 海报上所提到的 大多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不过这正是培养诚实 这项原则的地方 有些人承认 在大的事情上 不诚实是不对的 但却认为 在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上 不诚实是情有可原的 在涉及一千美金的事情上 不诚实 或是在仅仅涉及 美金一角的事情上 不诚实 两者之间真的有差别吗 我们是否真的能依据事情的大小 来决定不诚实的程度呢 洪德会长接着说 如果要有救主和圣灵为伴 就必须要对自己诚实 对神诚实 以及对我们的同胞诚实 这么做会带来真正的快乐 我们若在一切世上 无论大小 都诚实不期 就会感受到内心的平安 并且能问心无愧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会大大提升 因为这些是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 诚实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是可以有圣灵为伴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 他巩固了我的承诺 要在一切事情上诚实 有个人某天晚上到邻居的田里偷玉米 他带了年幼的儿子一起去 叫他坐在围栏上把风 以便在有人走近的时候提醒他 那人提了一个大袋子 跳过围栏 左瞧右看的 探查四周 发现没有任何人影 正准备开始装袋 就在那时候 他的儿子喊说 爸爸 你有个地方没有看 你忘了看上面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诱惑 引诱我们不诚实 并且以为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天父知道一切 而且我们最终都要对神负责 这项知识帮助我 一直努力奉行 我相信要诚实 这项承诺 信条第十三条教导的第二项原则是 我相信要真诚 真诚一词在字典中的意思为 坚定 忠诚 准确 毫不偏离 我最喜爱的书籍之一 是夏绿蒂·伯朗特 于1874年完成的 英国经典名著 简爱 主角简爱是位身无分文 年仅十多岁的孤儿 他展现出何谓要真诚 在这部虚构的小说中 罗策斯特先生深爱着简爱 但却无法与他结婚 他恳求简爱 未婚和他同居 简爱也爱罗策斯特先生 他曾一度受到诱惑 他这样问自己 这世界上有谁关心你 你所做的 会伤害到谁呢 他的良知很快地回答 我关心我自己 越是孤单 越是没有朋友 越是无助 就越要尊重自己 我会遵守神所赐的律法 律法和原则 并不是为了没有诱惑的时候存在的 而是为了这样的时刻 要是我基于个人的方便 去违背 那么这些事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事是有价值的 这是我向来的信念 此刻我只能倚靠原本的观念 和以往所下的决心 我要站稳脚跟 在面临诱惑的危机时刻 简爱忠于自己的信仰 她信赖神的律法 而且她站稳脚跟 抗拒诱惑 我们要忠于自己的信仰 即使这么做并不受欢迎 不容易也不有趣 但却可以使我们安全地 走在通往有生的道路上 能与天父同住 我很喜欢一位女青年 画的这幅画 她画这幅画来提醒自己 她渴望永远都能快乐地 与天父同住 保持真诚也能让我们 对于其他人的生活 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最近我听到一则 激励人心的故事 是关于一名中性的女青年 对另一名女青年的生活 产生重大的影响 多年前 克里斯提和真 两人同样是德州 和赫斯特地区 同一所高中里的 合唱团成员 虽然两人并不熟识 但是有一天 真无意中听到 克里斯提跟他的朋友 谈论宗教 他们各自的信仰 以及最喜欢的圣经故事 直到最近 真和克里斯提再次联络上之后 他才讲了这个故事 我对你和朋友所谈的事 一无所知 真让我感到很难过 因此我请父母送我一本圣经 当作圣诞礼物 收到这份礼物以后 我开始阅读圣经 这不仅开启了我的宗教之旅 也让我开始寻找真实的教会 十二年后的某个晚上 我跪下祈求 希望知道能怎么做 我觉得还是 有更多的真理需要我去寻找 就在那天晚上 我梦见了你 克里斯提 我们自从高中毕业后 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我觉得这个梦很奇怪 不过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可是接下来的连续三天 我又梦到你 我仔细思考这些梦的含义 我记得你是摩尔门教徒 于是便去摩尔门网站查阅 第一个印入我眼帘的是智慧语 我母亲抽烟多年 两年前因肺癌去世了 因此智慧语对我来说 意应重大 不久之后 我去探望我的父亲 坐在他家客厅的时候 我开始祈祷 希望知道该往哪里去 该做什么 就在那时候 电视上播出的教会广告 我抄下电话号码 当晚就拨了电话 传教师在三天后打电话给我 询问是否可以送一本摩尔门经 到我家里 我说好啊 我在三个半月后 接受了洗礼 两年后在教会里认识我先生 我们在达拉斯圣殿结婚 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克里斯提 我要谢谢你 你在高中时期树立了美好的榜样 你带人亲切 你带人亲切又有美德 传教师教导我课程 并且邀请我接受洗礼 但是你就像是我的第三位传教士 你的行为在我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你真的让我的生命更美好 我现在拥有永恒的家庭 我的子女从小就能学习圆满的福音 那是人们所能获得的最大祝福 经由你的协助 你把这些祝福带入我的生活中 当我跟克里斯提联络的时候 他谈到 有时候我们听到信条第十三条所列的品格 会觉得利有未待 但是我知道 只要我们依照这些标准生活 并且努力跟随基督的榜样 就能造就一番不同 我觉得自己很像阿尔玛书 第26章第三节里的爱蒙 他说 那赐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 促成这项伟大的事工 我祈求你们每一位 不仅用言语表明 我相信要诚实和真诚 而且你们也会承诺 每天都遵守这项承诺 我祈求你们这么做的时候 会得到天父的力量 爱和祝福 来支持你们 完成你们到世上 所要完成的任务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请不吝点赞 订账